在库尔斯克方向 俄罗斯军队向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主要突出部发动攻势 但周二的两军在这几个方向上战斗强度有所减弱 当天在乌军突出部的克雷米亚纳和波格列布基之间的地区 这是两军重兵的集结区 乌克兰武装部队试图攻击俄军在奥尔格夫斯基森林地区的阵地位过 在苏甲以南波列霍沃地区的战斗仍在持续 俄军试图在杜切尔卡斯卡亚克诺佩尔卡以西库里洛夫卡方向建立桥豆堡 连几规模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 周二的顿巴斯·库皮扬斯克展现 乌克兰守军失却了库皮扬斯克西北自称点 新卡夫卡和南义的卡夫斯洛夫卡高地 俄军突击部队正开辟通往库皮扬斯克的两条突击道路 专家的观点 俄军控制这座目前正在进行工业区争夺战的城市 将使俄军在兵力机动和联勤物流获得战略的优势 为俄罗斯军队围攻哈尔科夫地区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两军主要是争夺库皮扬斯克东郊的一个个子称点 而城东交化场这是重点 特别是在南郊的一些地区 乌军也是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乌克兰军队表示 乌军已经完成了签字俄军主力的这么一个态势 也有的媒体表示俄罗斯军队目前在扎乌罗热一线是集结了重大的兵力 周二恰索夫雅尔战线 俄军98空降式的突击部队进入运河以西区域 俄军向卡利诺夫卡以北挺进 占领了乌罗骑士切奥尔洛沃自然的保护区 并向石岳镇地区挺进 范围宽达两公里重深达一公里 目前俄军突击队正向市中心的防火场进发 而该市的南部俄罗斯武装部队 扩大了石岳镇威区以南的控制区 归舍地带已经延伸至市中心 富华卫视卢宇光 伊万·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